再来看看这个状况 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续其内了 来看到台北这名黄先生 他花了1600万买房子 但事后发现这个房子 钢筋裸露水泥剥落 才知道原来买到的是一栋海沙屋 他气得要告建商 法院最后也判决他可以获得 169万元的赔偿金额 不过现在对于黄先生来说 就算想要转手卖房子 可能也没办法卖个好价钱 只好把房子自己拉皮整修 自己来住了 米白色外墙用水泼文件材打造 乍看之下好像美轮美奂的民宿 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已经是20多年老房子 当初黄先生用1600万元买下 没想到后来才发现 这是一栋海沙屋 屋主态度低调不是没有原因 原本以为可以在公务人员 夺的泉州基一带制产 没想到却买到大地雷 想专手卖都没法兜 他就是买房子吗 他发现是海沙屋嘛 可能是法院有判解嘛 他那个房子都整理好了 他自己要住啊 没办法脱手 其实20多年前 这一带原本是有三栋房屋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三栋都变成围楼 后来其中两栋打掉核建 就只剩下这一栋是海沙屋 不知情的黄姓屋主买下之后 告上法院1600万买的房子 建商只判赔169万 重新合并翻悬的房子 已经没问题 就只剩下这一栋透天措 是海沙屋 屋主大叹无奈 只能够拉皮整修 加强结构 自己住 专闯为民乐围城麦威 台北采访报道